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二 大家好 繼續是聯合廣播 亦是錄播的時間 剛才剛剛嘲笑完福建藍 中國的武器有多厲害呢 其實大家都有沒有說到 中國最厲害的武器是什麼 最厲害的武器 其實是刺刀 或者是 那些是木軍 刺刀 刺刀是實體的 實體是拼刺刀 現在解放軍的演練還是拼刺刀的 因為他們的目標是人民 摺痞 唱歌是他們的 強項來的 剛才說完 這個就是 中國大陸的軍備多厲害 三大航空母艦 我們可以突破第一島鏈了 這件事 就是原來 就是巴基斯坦 情報外洩 被美國 截獲到情報 發現 巴基斯坦 在背後說髒話 投訴 因為被中國的這個老朋友尹笨尺 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個說話 叫黃皮樹尿果不熟不熟 你跟他那麼熟不熟 你會吃誰呢 巴基斯坦就不用說了 他徹底是站在中國那邊的 徹底是站在中國那邊的 他的競爭敵手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非常痛恨巴基斯坦 當年巴基斯坦 送了一箱芒果給毛澤東 因為當時很多地方的人未見過芒果 所以芒果甚至乎變成神聖的生物 被人供奉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說過 這是巴基斯坦送出來的芒果 有一段時間 巴基斯坦是可以買的 巴基斯坦的芒果箱50元 好像有十幾隻 巴基斯坦 賣得芒果的國家 當然不是有錢 他還要拿很多錢出來買中國的軍火 誰知道遇到一個不老實的兄弟 專門笨拆 賣垃圾給巴基斯坦 導致巴基斯坦的兄弟 就覺得我們做了傻子 還要頂爛市 其實最主要 為甚麼俄羅斯那麼討厭中國大陸 就是狂抄 蘇聯的武器 狂抄俄羅斯 抄完之後還要頂爛市 薄老命買得比他便宜 中國是專門賣給俄羅斯的客人 專門賣給俄羅斯的客人 要偷俄羅斯的武器的料 然後 買一架 回去改 改完之後 就做翻版 賣給別人 然後就搶到別人的客人 中國做生意 就這麼無聊 真的呀 我經常看到 因為經常叫巴媽看的 因為那些東西是便宜的 那些款式是很漂亮的 全部都是歐洲款 抄回來的 人家就有Payton 全部有Design 全部有版權的 全部不理 全部照得 那些東西是便宜的 因為它不用成本嘛 你要研發成本 要設計 要設計 設計是很貴的 設計不是沒有成本 抄襲人當然不用成本啦 大陸就是這樣 你說麥當勞的M字的logo 也不知道多少錢 所以 俄羅斯接手麥當勞 以及弄成一個古靈精怪的logo 講講內容 接著再評論 他說發現四艘中國製造 號稱 配備遠程 地對地和地對空導彈的護衛艦 無法發射導彈 買護衛艦 買到導彈也射不出 彈射無效 阿波這次是導彈 那射不到導彈出來 那個護衛艦是做甚麼的 不知道 事源就是這個 發現巴基斯坦2005年的時候 跟中國購買 2009年的時候 買了四艘 F22P護衛艦 存在著 極大的缺失 他有系統缺失 他就說 搜索和跟蹤雷達 在這個大公率輸出期間 就會出現故障 無法鎖定目標 船上的IR-17 傳感器有缺陷 必須要丟到海 所以導彈徹底失敗 基本上 導彈艦不能發射導彈 無法鎖定目標也很嚴重 射得出 但是鎖定不了目標 我覺得現在大陸的名字 也挺貼切 但是護衛艦要跟回香港 叫做看監 因為純屬是看監 純屬是站著看著的 你有沒有辦法發射導彈 你有沒有辦法鎖定目標 你怎麼會站著看 你知不知道大陸的看監 他主要是看著的 有甚麼事要帶著報警 他不會叫你和你拼命 那就是叫watch Honkong watch 這個字本身是有一點問題的 因為純屬是看的 純屬是看的 昨天有人告訴他有個組織叫香港手錶 原來翻譯錯誤 Honkong watch 說回這個正題 一架完全沒有彈射能力 不需要鎖定目標的一個護衛艦 其實大陸的軍務一直都是這樣的 他說你看到你 但他鎖不到你 那些導彈全部都是這個問題 他看到你在哪裡 鎖不到 去不到那裏 那些東風才是 那些超音速武器也是 射得很快 但其實鎖不到 射得快是沒有用的 他去到目標不會停下來 他會繼續去 跟你扔飛刀一樣 你覺得扔飛刀很厲害 飛刀的彈頭比一顆子彈大 但問題是那個飛刀不會飛到你想去的目標 如果不是就少你飛刀比一把槍強勁了 彈頭那麼大 現在我們看到 大陸的武器其實也普遍存在三個字 拿樓灘 那樣東西 都用不了 之前 其實伊朗也是用了中國的那種 導彈防禦系統 完完全全是攔截不了 雷達是攔截不了的 直接感應不了 雷達不是只是用來攻擊 防禦也要用雷達 跟你說鎖停不了 挺恐怖的 其實是廢物 中國的武器跟他的 那些監控其實很相似 大陸的監控 每逢發生什麼拐大 殺人 強姦 那些攝像頭就告訴你壞了 看不到 那些壞人 通常都可以被告 從來都沒有辦法拍到 這次 這些武器也是一樣 原來純粹都是體字 還有不止巴基斯坦 還有幾個都是 幫上大陸 伊朗也是 約旦皇家空軍 孟加拉 孟加拉空軍又買過中國軍武 上次投訴過一次 上次巴基斯坦買逆龍無人機 他已經舔完又舔了 沒辦法 怎麼說 其實這裏也要解釋一下 這裏也要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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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巴基斯坦這些地方 也有貪污的 他明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用得也要買 因為可以有回勇收 中國 軍人在這方面做生意也挺厲害的 他起碼會賄賂這些 因為有先彈的人 大家都是欺騙政府 我是欺騙軍委主席 你們是欺騙巴基斯坦政府 最重要是世界和平 到最後就是 士兵打仗的時候發現不能用 跟俄羅斯一樣 軍糧有沒有 沙暴是1975年 三支迫擊砲 可能只有一支可以射 甚至乎只有三支都射不到 其實這些問題有很多 其實在鐵幕國家 全部會有問題 就是 那些武器被人黑扣 以及震量很差 之前印度跟中國在邊境的斑家湖衝突 然後發現了他們的裝甲車 一扔石頭 就可以扔掉他們的裝甲車 那些裝甲是甚麼的 紙甲嗎 他真的是裝一塊甲裝上去 不是很適合 他那個不是裝甲 而是紙甲來的 石頭也是扔得爛 你是不是紙甲來的 你想一下 這麼差勁的東西 根本 你連普通測試都不能過關 你說是不是要測試 那些裝甲車 他其實是做給你看的 每次都做測試的 他買給你那一塊和做測試的那一塊是兩塊的 我再說一次福建立 他打了飛機的文章 說那個彈射做了不知多少萬次測試 比福特號很厲害 測試的時候很厲害嘛 搬上那一條又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條 賣給你那一條更加不是那一條 搬上那一條已經令人懷疑是不是測試那一條 即是你貓換太子 那些測試是很厲害的 給你看的數據也很好 測試那一塊和賣給那兩塊來的 我發覺中國人 那些創意很大膽 你真是狸貓換太子也敢死吧 恭喜你啊李飛娘娘 你殺了一隻狸貓 現在大陸的武器傳統都沒有狸貓來的 所以其實你討論他的軍務 討論他的測試有甚麼意思 他的測試一定是合格的 做釘帽嘛 你買那一塊是那一塊才行的 那時候東風也是的 東風也是測試很厲害的 結果一架石頭就可以扔穿過去 他連測試也過不了 那就很危險 他很多東西測試都不行的 射了下海了 他跟他說擊中目標 他的目標就是 當他射到海的位置就錄下來 那就是目標啦 保證射中 事後更改 他風天鳳在那裏著落 那裏就是攻擊目標 他目標沒有事前 事前是不知道的 他著落了才知道那個目標在哪裏 說真的 大家心照啦 你不是只是淘寶貨嘛 其實現在的軍備也是淘寶貨來的 這淘寶貨是 理論上這淘寶貨是可以的 但你千萬不要打開最大的馬力 你不要有寄望 不過 如果中國生產這些武器出來 其實是出進世界和平的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來的 將整個世界的武器劣質化 將戰鬥力下降 當很多人是留的時候 就死不了很多人了 未必的啊 每次留都會殺到人 像俄羅斯那樣 不斷推人去死 也可以帶來和平 早點死了軍人 現在其實俄羅斯是不是想打完所有的軍人為止 看這個褲子好像是 俄羅斯這次真的爆破了 全世界都知道 你留到 留到你沒得救了 你再說甚麼都沒用 你一爭打就玩完了 其實大陸也是一樣的 大陸爭打也玩完了 所以我們很期望他真的會動手 所以呢 還是不要踢爆他那麼多了 應該還是說你很厲害 巴基斯坦抹黑 巴基斯坦抹黑中國 兄弟反眸 你不應該踢爆老千 抹黑中國武器 其實不可以抹黑的啦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